请问到基因转值叙述和惹正确 他要选两下 如果我们要做基因转值 我基因转值的片段 是不是需要跟这个被转值的生物要同一种呢 不用 人类的胰岛素 转值到大肠杆菌身上 你看大肠杆菌有人类的基因 不一定要同种 这就是基因转的厉害的点 它可以跨种族做基因转值 所以A选项错 不一定要同种 B选项呢 我们常用的DNA的那个载体 是细菌的质体吗 对 细菌质体很常见 另外就是病毒的DNA 另外就是农感菌的TI质体 都是很常见的载体 细菌的质体是很常见的载体之一 所以B是对的 基因改造植物 大多数是用C位载体 不会是大肠杆菌 因为大肠杆菌不会感染植物 用的是农感菌 农感菌有TI质体 可以感染植物之后 直接把DNA打到植物的细胞核里面 就做基因转值 所以植物的基因转值 一般是用农感菌的TI质体 所以这一答案是 B对然后是C错的 不是大肠杆菌 注意一下基因给到动物 可不可以用基因枪方式来进行转值 当然可以 不要说动物了 你要转值细菌或植物或动物 都可以用基因枪 基因枪是拿金的颗粒 然后丢到DNA的综艺 让这个金的颗粒 黏上DNA片段 然后把这个金的颗粒 这个金就是那个GOLD AU 放到子弹里面 或是用一些高压空气 或是用弹药 把它炸出去 炸出去的时候 这个金颗粒就会穿过细胞 然后这个金颗粒如果到细胞质里面 那就失败 到外面也失败 但如果打到细胞合理呢 就成功 所以这是一种乱枪打鸟的基因转值方式 用的是基因枪 动物可以用基因枪 植物也可以 细菌也可以 就是乱枪打鸟 所以这一株是对的 好医学下 目前转值的基因 只用在非人类物种的基因吗 错啊 那个我们在制造胰岛素的时候 是拿人类的胰岛素基因 转值到大肠杆菌 或是酵母菌生伤 所以已经有人类的基因在做药用了 基因转值人类基因来产生药物 所以这里答案E是错的 好 答案是B株 好 以上是第18题 讲最起来的问题